繼續回到第七場賽事 三級賽1800米的一月杯 FIT的馬都很多匹 被變動的狗憂復出 一號的龍骨飛羊 靠插秘鼓就除了他 朱利是照舊 先看看這隻龍骨飛羊 其實我覺得 我們都有在想的 這個集體看不看 其實都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他都在後面 轉回西了出去 但他那麼久沒有跑 大家都看看 不過我覺得 馬比下去 都不是預期那種爆發力 應該怎樣都再追得好一點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拆了 靠插秘鼓 因為以前我記得 潘頓跳在呂建威那裡 這個馬有時候 嘴巴也比較麻煩 現在OK 順滑一點 是 它以前好像有點急 這隻龍骨飛羊 就是那個僵口 這個就是今早彈閘 兩隻馬出閘就正常 你看這一段 好像他彈掉那隻黃人複聖 但是到最後 馬的勢減弱 那隻黃人複聖又走上來 接著發財先鋒 一當放頭 又馬放跟你跑 我想他的優勢上面在這裡 是不是很不同了 漂亮了我又不覺得 這隻就剛剛都搏殺失手的柏林探哥 但其實他經常都強調表現 他不是每次都那麼連貫 尤其是田太安跑他 田太安跑過他很多次 表現發揮都一般 有一次不知為何 每個人走出去內蘭 這樣捐上來 我記得就是 二八二是財盡 你看看那個姜口 睛眼罩有馬拍 那跑我也不知道他搶不搶 那姜口就 勇猛神區 就一直都適合了 說了很久了 接著看看這個泥地大閘 包裝大獎 外面超好日子 大概就一個多星期前 這個泥地大閘 都很多馬都值得看 旁邊那隻我想看白衣服那隻 那隻是91 那隻贏了 開心寶貝 前面加州星球都要看 中間73都入圍 那隻是鐵三角 外面超好日子 均速的 比住比住 其實包裝大獎 他沒有展示給你看 純粹跟跑 如果超好日子 還有包裝大獎 那我喜歡包裝大獎 當然我都明白 有時候馬可能神操裡面 他唸厚一點 或者會好一點 但你要看年紀 我覺得他不是很夠火 這隻超好日子 他好像不是唸 好像是姐姐的 這隻勁博 有沒有跑過菊草 他就過來這邊跑 何初跑菊草 因為昨天跑泥地 那隻喜晉區就不跑這場 結果他過來跑 希望都駁打一些新鮮感 好了 包裝大獎 你要看上次的賽务報告 制如一不對 他以往流過鼻血 他可能害怕 或者他覺得馬有問題 施書那麼遠 但跳舞 他很厲害 這隻包裝大獎 接著輪到同舟共濟 這隻馬的僵口是重厚一點 早上要遷就 所以不是每個騎士都發揮得到 但是巴道以往跟他都夾當 他贏過 然後天使 我覺得這隻馬還是很好狀態 不過有時可以 有時不行 我都行量不到 但是他很早在菊草已經可以 這隻馬 這隻就是黎海榮出跳的露露繩 我覺得他也跳得好 這隻馬 雖然他可能是有些飄忽 一個表現 今季就贏一下 接著又不行 上次又贏的 但是你看馬身 那些馬 那些馬 保現得得 有些馬 由較為長一點的路程 又縮下來 我想大家比較的時候 這一點都會拉下去做對比 但是這隻神操一向都是很活躍 現在還沒有那麼火爆 上個星期才跑完 這隻赤馬雄風 所以今早就出來萬事 神態都可以的 都放鬆的 來到第七場 就是菊草的唯一一場的級制賽 一月杯 以往當然是 烤芳加柏一月杯 但是是不是近年的事 我就不知道 我就沒有近期的數據 總之以前 方家拍的一月杯 就很厲害 這場他就出寶然得得 今年這隻馬也厲害 富要即上 楊明倫跑也沒有大問題 今年這隻灰馬 相當當打 除了他之外 七學的包裝大獎 我都不是很敢忘記他 始終菊草 他真的是一隻怪傑 跑對跑勝 千八 他未必一定輸給你的 所以這些 我也覺得值得後 另外就是二 發財先鋒 國際賽也跑第三 證明了級數 雖然上次那個第三輸很遠 但是你都贏到很多外隊的馬 都不簡單 這隻三 這隻二 又手好位 又硬的 三甲就算了 另外的馬 除了這些 就同舟共濟 八 這些就希望人可以交得到 昨天看看巴道的馬的發揮 就差一點 這場是比較吊詭一些 因為這場一月杯三級賽 你看到近泰剛剛直路賽的三級賽 因為副榜裡面有一個差距 而很多大碼的馬 就是說 幸運有理 健康出現有問題 怎樣都好 但是很多人都會追一些大碼的馬 因為他們不是差那麼遠 有個陽磅有為 但是這些組馬 只有隻一號馬龍骨飛羊 一百一十八分 他就把那些磅頂到一百三十五磅 就頂了 因為我初步概念 就是覺得龍骨飛羊 不是很強的 暫時 因為這麼久不跑 輸給你也沒得好說 是 五盤治療養得好 有心機 都頂得很好 但是他不算很強 那你變相就是二號 因為這樣 而不用揹得這麼重磅 一百二十七磅 一檔 放又可以 跟著你 不知道哪一隻 去放頭 他也可以 但是看上去 不像有些什麼馬 走去放頭 可能勇猛神區 強勁對前些 但一賣不到 可能他就跟著了 變相這組馬 可能發財先鋒 在這裏是賺到優勢 還有這組馬 在未贏之前 那他都早已穀草 是跑得好 因為主動型的跑法 有條欄已經是高些了 那你想想 一百十八分 二號馬一百十分 接著再跳下去 三號得一百分 接著是九十八分 再數下去 其實那個差距是很大 所以我覺得二號馬 我會先選 你說是不是在狀態裏面 發財先鋒 比之前漂亮了很多 我不覺得的 但是在形勢上面 只要穩定 他一直正常操 我都覺得已經是強了 另外的馬 羅富泉那隻十號 那隻露露繩 我都覺得好 又是可能 真的賺到少少形勢 那馬的狀態好 當然 這組馬有些 會縮情那些馬 你都要想一下 他們到時 能否克服到 因為都未必說這麼容易 譬如保然得得 可能慢了 又要跑得很正確 你要再臨場 量量量量 第七場賽事 都簡單研究過 休息一會 多謝